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欧洲市场英国负1.75% 德国负1.92% 法国负1.70% 都跌得挺多了 亚洲方面日本正0.47% 香港恒生负1.62% 中国上海负1.38% 全世界都受到美国的债务委屈的问题都走向了负面 代表恐慌汉规律指数跌到61 前两天最高去了70 七成人乐观 目前是六成一的本人乐观 还是偏高 所以市场有可能还要再下挫一些 那么SPY目前在4,115点 基本上它的支撑点近了在4,100 远的在4,000点 再来是3,800点 它的阻力近的是4,200点 突破的话再来是4,250 美国的债券市场目前利息短期债券 3个月5.26 6个月5.31 1年5.05 2年4.37 5年3.81 10年3.73 30年3.98 10年的利率3.73 和1年的利率5.05 时间的cap是大约1.25左右 大约有5个quarter 倒挂的现象仍然十分严重 希德都有74块1毛6 布兰特有78块2毛8 Nature gas2块4毛2 黄金跌到1977块 小麦605块 相对的美元指数升到了103.93 美元兑人民币7.06 突破了7块 美元兑人民币139.42 美元对欧元稳定 0.93 投资人在目前面临的近的考验 就是美国债务的谈判 再来就是Federal Reserve 关于政治会议流出来的消息 就是对未来利息继续上升 一般的看法 以及通货膨胀的data 一般来看通货膨胀有在下降 但是下降的速度非常的缓慢 通膨是很不容易马上下来的 第二个就是美国的利息短时间 可能在6月份不会再继续加上去 因为短期利率已经到了5.125了 但是下降利息的可能性 短时间还不存在 一般来说今年可能就是维持在目前的水平 当然还要看未来CPI的表现 那么这个都对市场来讲不是好消息 不管是债务的上限的危机 或者美国债券default的可能性 以及高利息维持一段时间都不是好消息 尤其对一些在低利率的时候 买进的长期债券的公司和银行 都是一个蛮大的负担 尤其是要被迫做清算 或者被迫要做liquidation的时候 必须在债券第一价的时候 高利息低价格的债券把它卖出的时候 就会有巨大的损失 也可能会造成某些银行倒闭的可能性 那么投资人面对目前的市场 基本上还是那句老话 要保持冷静的心情 然后要保持一个保守的portfolio 要保住你的本 不要把钱变少 另外就是在保本的原则之下 去产生比较高的利息 目前固定利息 Money Market也都有4%以上 然后美国的短期利率 一年的利率有大概5% 6月利息大概5.3 3月利息5.26 都在5%以上 所以短期的国债的利息都不错 另外就是有一些保险公司的稀低 现在大概在三年 也大约在5.6 五年大概在5.4 都在5%之上 也算不错 比长期的通货膨胀3% 大约高了2.4 2.5% 在没有风险的情况之下 这还是算一个不错的deal 另外就是投资人对未来的展望 可能最主要的观察点 应该就是美国的CPI的指数 以及美国经济的GDP的变化 和失业率的状况 今天Facebook又财人 所以高科技公司 基本上最近对Outlook都是不乐观 都在纷纷财人 那么按照Cycle来看 美国经济还没有达到谷顶 应该还是在往下走的半路上 投资人还是要保持 比较保守的资产配置 我是萧欣祥 我电话73 988-38888 谢谢 客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